好了 如是我問這次想說這個題目就叫龍 什麼叫龍呢? 因為原來我們現在說的龍就是中國的龍 鬼佬就叫Dragon 就不知道哪個人就將Dragon譯了做龍 其實Dragon還Dragon 就是蜥蜴類 對 龍還龍就是蜥蜴類的這種還獸好奇 第三種一總結就是印度一陣問你講 Naga本來不是蛇 原裝是蛇 但是現在又叫龍 什麼人叫龍呢? 中也叫龍 龍族 佛教也是一種神 那時候我請女王講講 我們又講講西方的龍 我想你講講耶教的龍 耶教的龍 你最好 因為你很容易看到那些破綻 那你就將那些破綻 集穿崩 因為這三種東西都不是同一樣東西 但是最缺乏三種東西都叫龍 這樣就浪費小慈悔 不是啊 那些人傻乎乎 他不敢創作 其實我覺得 有網 龍啊網啊 五腳的龍是四爪 四爪 那些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另一個範疇 政治 現在先講了印度的龍是什麼 不要啊 你由耶教開始 那我先講 耶教裡面有一種叫Dragon 這些東西通常來講 譬如說 在最後那個啟示篷裡面 就當這些東西是壞東西 它是講瘦的嘛 沒錯 必死的 對 那這隻東西為什麼會壞呢 因為它 還要做那個叫做 巴比倫大淫虎 是 那其實是不是大淫虎呢 這個呢 見仁見柱呢 其實大淫虎也是亦翻譯的創作 沒錯 就是充滿創悟 創悟創悟 亦那個人創悟 是 是 就是神沒有密視給亦那個人 是 是 沒有authorized 是 其實它在講 猶太人的死對頭 死敵 就是當時的亞瑞人 還有那些殲滅他的人 你要知道 這個歷史是真的 這個不是作的 最早就是這個阿伯拉罕 就由這個 這個 Ur 這個 Ur 這個城 就慢慢 將那些民族慢慢遷徊 因為這個 還是一個任務民族 所以那裏遷徊的時候 沿著有水草的地方走 那裏走呢 其實就是在侵略別人的地方 最後走到那裏 它當然是說自己那裏適合去的 那裏就是加勒南之地 就是現在巴勒斯坦 是 真可憐 巴勒斯坦的人到現在都跟它打相死 是 其實就不關它 但是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他地方就是沙漠 只有這些有六周的地方 它就吸收了這麼多地方的神神鬼怪 吸收了之後 就變成 它的一神教 就戰勝了所有那些 諸神 那一堆就很可憐了 變成哭了 斜教斜神 就是明明很有霸氣 但是無緣無故怪獸 那些東西出口又不同了 出口又不同了 出口又不同了 是 那當然呢 後來去到加勒之地 就有建立了國家 十二國家神的支牌 就被巴比倫獲了 就滅了國 後來亞術又滅了那兩個 巴比倫 他們的描寫就是 巴比倫是一個大淫婦 這些人就知道 現在的人就不說了 那時候那些人應該有個共識 就是滅了猶太人的 將他們帶去巴比倫 就是巴比倫之籌 即是把那些人 遷到巴比倫 巴比倫就是現在的伊拉克 去到那裡之後 就將他們成為奴隸 後來就放回加勒之地 所以 聖經裡面所說的大淫婦 其實就是巴比倫他們的地人 現在再說回龍 龍他們的描寫就是 古蛇 又叫古蛇 為什麼叫古蛇呢 因為他們的神話裡 第一次出現 就在這個聖世紀 當下亞當夏娃 兩個是一個伊典園 本來好地地 在典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聖活動 還沒有認識 還沒有看到 因為 他相信自己是有立骨 所以想不到自己有其他東西 不知道 於是 那時候有條蛇 現在戲也有做 他們說叫古蛇 先說給夏娃聽 上帝叫你不要吃這個果 吃了之後眼睛開 不吃不松化 對 沒錯 你吃了很開心 吃了很開心 吃了很開心 於是夏娃就咀了 咀了之後 覺得是好東西 為什麼不叫夏娃 一起吃 然後聖經就說 一起很開心 他說 他沒有說他怎麼樣 沒有寫得那麼明顯 但是他說 他兩個發現 他們是裸體 就認為是很羞恥的事 一吃了之後 突然發覺很羞恥 對 很羞恥 於是要找無花果葉 遮一遮它下面 為什麼有無花果葉呢 有手 剛好有無花果葉 又不是香蕉葉 就是現在畫出來的 就哭了 琴光火葉 OK 現在順利知 就懲罰了 不說怎樣懲罰了 很可憐 那個傳說就是 女人要懷孕 懷孕之後 要經過很痛苦 才生到兒子 其實這件事 現在科學證明 就不關事 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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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人事 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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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件事 所以突然間 基因特變了 是神的意思 你有沒有見過 那個高主教的status 是 哇 高主教是誰 高豪正 你認識嗎 不認識 那些人叫高主教 他是一個很知名的 超級野人 那他竟然 口出狂言地寫了 因為他老婆分辨的時候 很順利 超級順利 哇 一些痛苦 不想得不照顧他 不是 反過來說 因為我們很虔誠 上帝就照顧他 慈福 所以 免得他痛 順產 感謝神 免得他痛 但是 也同時 隔壁有個很虔誠的 知名教徒的兩夫妻 痛死 不知道是張崇基還是 是 唱歌 老婆 遭遇到相反的遭遇 其實你們兩個也是朋友 你說這個姿勢的時候 有沒有想想你的朋友的感受 因為朋友 好像是生不了 還是 死了 難產 真的很不幸 那樣 我覺得很生氣 你不用這麼帥 你自己 有這麼幸運 不用痛楚 生產到健康的兒子 是不是他中了毛痛的訓練 我不知道 打了Epidural 全部都有神的恩賜 我覺得這些人是不是傻的 你不要抽水把這些東西 你很傷害你的朋友 但是這些人覺得他不是抽水 他只不過是贊你主 是他的責任 不要說這些 我看過一個 你們上一集還沒有說摩門教的 有個女人就是 他是嫁了一個老公 是摩門教 他會固定了 然後生兒子的時候 他就在Salt Lake City 那個泡泡裡面 生兒子的時候 胎位不正 腳先出 是呀 真可憐 是呀 他們有所謂的Midwife 摩門教裡面 自己撿生火 都有的 哪會不跟他繞著頭 但是呢 他們就說這個是神給你的考驗 那是生死的兒子 生死了媽媽 神要你死就死 如果你堅定的話 你就一定會過到沒有問題 是的 就這樣說 出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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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是有個醫生來的 是他們趕走的醫生 不讓他在那裡 很邪教的 是呀 是呀 是很邪惡的 到後來 那個女兒痛到 她就暈了幾次 拿了洞水潑醒她 嘩 那是古法來的 是呀 古法蒸魚 是呀 痛到爬戒 你知道這些 而且是隨時血崩死的 是呀 死的會死得的 真的死人 還要那個小孩死了 是啊 但是他們覺得 只要你堅定 你對神沒有懷疑的話 就不會發生 如果你會死 或者孩子有死 這樣堅定 你有罪 是啊 厲害變態 到最後他跟老公說 我不管 如果你是愛我 和愛你未出生的兒子 你現在馬上撤入醫院 是千鈞一發 他前五分鐘就沒有命 那要劏肚是要的 劏肚是要的 劏肚 馬上救 然後那些人在醫院 那些人覺得 只匪夷所思 你想想可能現在 又有另外一個解釋 他流血 要輸血 都死得的 還有他們趕走那個 真理醫生 是哭著走的 因為他知道他一走 就沒有了 這對母子 但是另外一個說法 也可以 因為上帝派了一個醫生來救你 你的信心 就不是在你的自然生產那裏 就是因為有個人救你 那你呢 因為當時沒有了一個急財 沒有了急財 就是肯定沒有看那個梳一醫 不可能 周生前後就要反而反 現在眾人身上了身 那這些人都跪大了 就是說cod go 功 tud 今天這個揚授青 有的 有的人 太陽天授 young Dayють國 那時候 有一個就是洪秀傳 洪秀傳經常說 那時候會朝人要上身 所以對上帝的話 就更加要的 lug 他帶領農民,那時不是叫革命,是造反,是太平天國 玩了那麼久,人們相信他就幫他手去死,幫他手當兵,打天下 打到南京之後,不是那麼可笑 他的第二領袖是楊秀清 九千歲,萬五歲就九千歲了,覺得電影不順 為什麼要你上身?我不上身呢? 於是楊秀清又自己上身,Clean自己上身 於是他又反白眼之後,他便到他了 又是我上身,有演技 於是誰說自己做領袖,最重要是會上身 他上身,有領導 於是楊秀清又上身,紅色上身 後來第三個不懂得玩這些東西 葵清輝那些不懂得玩這些東西 好,現在輪到地區都是這樣輪流上身 幾個七大食自焗牆壁都是這樣 自古有之,這就是自古以來 古以有之 我說回激耶教的龍 因為他是古蛇,龍後來慢慢再轉化 一路人會加添了很多人,譬如會噴火 譬如他有毒 譬如那條龍要飛 譬如他是魔鬼的化身 魔鬼化身,怎麼可以使得妖魔化呢 把龍的構造變成那裡的人類最怕的幾個東西 譬如他有一隻蝙蝠的翼 因為那時候的蝙蝠吸血 還有細菌 傳播病毒 世界上有二千多種蝙蝠,不是每隻蝙蝠都是 很少蝙蝠吸毒,吸毒 吸毒好像沒有 噴毒真的有 中國人當蝙蝠有個福字 好東西 好東西 你這裏其實還沒有 我有的,藏起來了 五福臨門 鬼佬的蝙蝠吸血,所以不適合 而且是魔鬼化身 還要噴火,能燒人 整個村子燒光 這個就是因為,魔鬼是一條,落了地獄之後 在地獄永遠不適合的火,在裏面 所以爬完出來,隨便噴火 隨便噴火 隨便噴火 還有瘦的五爪 那些爪是鷹爪,人類對於這幾樣東西 總之是海陸空的最殘忍的動物 沒有放鯊魚的元素在裏面 沒見過 因為看到也死了 北歐那時候有個傳說 有一個在海裏面,有一個很漂亮的海怪 他一上陸地,會變成一條大龍 去襲擊村落 就是獨角獸 不是獨角獸,不是 獨角獸來自海 他回復到海裏面,變回美女 為什麼他經常要襲擊村落呢 就是要他們制製 就是河伯,中國河伯,取婦的河伯 對,但這個是女兒來的 就是天后 對,很大食物 然後你就要被一些精壯的男丁 跟他交配 要送一些好東西給他 他也是黑洞來的,食物都不飽 總之不要管 他就勾起兒子出來 兒子就要來做儲君 當他統治到差不多 他差不多要死的時候 又會有很多災難 又會一條龍又出現 如是這個國軍快要死了 下一個年輕人,麻煩你送他 又是時候交配了 這個呢,拍攝戲呢 巴特粉就是這個人 就是呢 Angelina Jolie Angelina Jolie做 全部Animation做得很漂亮 就是化身為美女 這條龍化身為美女 之後呢,就是食盡天下美男 然後後來有個屠龍勇士 沒錯 那個就是陳振宗 又不是陳振宗 Angelina Jolie不用陳振宗 但我想你吃盡很多好東西 這是北歐神話來的 電影都做過,拍過電影 這是其中一樣 這個不是野教 野教裡面 我們看到迪士尼 那些白馬王子 最尾也要先打一條龍 Mario也是 是Mario Dice 在龍的品種裡面 有幾隻 第一隻叫聖母搭的龍 現在呢 在大三八 那些遺跡裡面 在牆裡面 有一隻聖母搭的龍 就表示聖母是可以韓服這些妖魔 龍就當成妖魔法 第二隻呢 在加拿大 在英國很多 就有兩個勇士 就是天使來的 一個叫聖Michael 一個叫聖George 聖George是英國倫敦的主寶 你去到英國倫敦 很多時候都看到有個武士 拿著長矛 那些長矛 就去刀那隻龍 殺那隻龍 那這個呢 就是聖George 聖左駐 聖左駐 另外一個呢 在加拿大有間醫院 就叫做聖米高 聖米高 聖Michael也是天使來的 拿著把劍 就錄地 不用騎馬 就斬他的龍 這個聖George 和聖米高 都是徒勞勇士 象徵著 上帝派的天使 可以幫你手 克服到魔鬼 魔鬼 那些龍呢 就正如我所說的 有翼那些 有翼 還有爪 還有會噴火 那些龍 這些龍 跟中國的龍完全不同 為什麼呢 西方呢 因為覺得那些龍是邪的 所以要屠龍 但是中國也會屠龍 中國也會屠龍 中國也會屠龍 有借信 有借信 屠龍也會屠龍 但是這樣 在西方未必龍是壞了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看球 你就知道 威爾斯那隊球 那個旗 威爾斯的旗 他不看球的 是紅色的龍 紅色的龍 一支紅色的龍 這個是威爾斯的國旗 這支威爾斯的隊 都是紅色旗 紅龍做他的國徽 這個一樣是一隻怪獸 四腳爬爬的 但是這隻是好龍 怎麼會做國徽呢 亨利八世和兒子的旗 一支皇帝的旗 是分四腳的 四腳裏面 有一個就是紅色的龍 這個紅色的龍 是好龍的 這個就是在英國 用了以前的Caltic 可義大人 沒錯 用了那個觀念 那個觀念 龍是好龍的 不是壞龍的 但是你知道 很可憐 羅馬做了帝國的時候 他四處征服 包括英國 整個 去到 就是因為那條龍 不是 去到那裏 將人家的宗教 蓋住 用基督教 耶教的 知名 十字軍 蓋住 而是另外一個問題 回去修復 而是 羅馬教 羅馬因為他信了教 是 是 是 他征服了之後 他將人家的龍 蓋住 就變成奸 人家中土本來的紅龍 是中的 他不說 總之紅龍也必 是 但是現在 就慢慢把文化顯現出來 最可憐的就是羅琳 羅琳 羅琳 就是寫 哈利波特的作家 這裏有新戲 就是 Beatster 這裏不是那三文做的 另外裏 是另外裏 Eddie Radley 就是另外一個故事 丹麥女孩的男主角 他又不是另一個故事 他也是羅琳的那本參考書 羅琳就被那些 美國的教士罵得暈 說他妖言惑眾 他說你寧願把兒子丟掉下去 找一塊石 沉在海底 都不讓他看哈利波特 但是美國的教士是神燈來的 真的 越罵越紅 那時候Beatles也是 對 美國的教士很刺激 叫人們燒光唱片 但是更紅了 越整越紅 羅琳就說 我就不知怎樣說他 不過 如果我說他白癡 他有他的言論帳 我也有我的言論帳 但是我罵不罵他 就看我那天 哪個腳下床先 他都很有幽默感 英國人就是這樣 對付這些 對付這些人 一定是這樣 亂來的 那我為什麼會想起西方這個龍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 在西方的文化裡 龍是好東西 是長壽 我說中國的龍 受到誤會 是多人多發生的 為什麼呢 這件事笑得我忍不住 那個人是我的老友 他信爺教信 都瘋了 有一天 有一年的龍年 那一年是龍年 有一個魔 就是中國人的魔 為了吸引人 製造裝置 對 將一條龍 擺在他的瓦背 擺在哪裏 擺在瓦背 即是他的屋頂 是 因為那個 中國魔 上高 就像中國 古色古香 金字塔 金字頂 上高 裝飾了一條龍 拉著 著燈 這群爺教老友 看見 就很生氣 是 魔鬼 魔鬼 那條龍 也不是那條龍 他不理 他說這個是魔鬼 於是 大家的教友 組織了一個 屠龍組 屠龍隊 怎樣呢 他是 大家手握手 唱勝司 沒錯 手握手 然後圍著這間 魔 一直收窄 這個圈 最主要是不讓人去光顧 就是一直在詛咒著這條龍 是現代的 其實是狗烏團 對 人家的那個 我是做廣告的 多倫多狗烏團 對 這樣 被人 鬼佬買了報紙 笑到我肚子 他都不知道 中國的Dragon 和鬼佬是兩樣東西 李小龍和成龍都死了 死了 全部都死了 還有 他的家庭 他就問我 他老婆不是他 他老婆問我 他說 劉先生 你這麼多研究 那究竟我們現在 這些 舊傢似 買了很多舊傢似 最壞的是 那個傢似後面 那些紅木傢似 有龍 有一條龍 他說 他說 是否邪惡 是邪惡 是邪惡 扔掉 好好好 你扔哪裡 我去等 那時候 我一個人 幼稚 我真的陪他瘋 我說不是 中國龍 和聖經那條龍 你怎麼教他 是兩種動物 是兩種動物 不是那種東西 是嗎 他說 有書為正 我給你一些書 你太正直了 然後 終於 他知道 輸都燒了你 對 但他老公仍然是不相信 仍然是龍 總之有個龍 只要是對 很雲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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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到中國龍 中國龍 那怎麼收火 怎麼收火 你說我 為了我 為了我 為了我唱 唱成詩 拘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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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開燈 然後 那些 那些是鬼佬報紙 他不拘禍他停電 你拘不了 鬼佬報紙 拘禍出來 當是笑話 那你唐人 你唐人就失禮了 因為連中國龍、鬼佬龍、聖經龍都不懂 其實今時今日都是這樣的 講一些提外話 現在的教徒、牧師 拘禍那些小孩 叫他們不要說皇大仙 因為皇大仙這個地方應該要改名 是啊 我聽過 改叫什麼 那裡叫慈王區 那裡叫做 天后廟道又死了 很多死的 你一刻要改 很多地方都要改 全中國都改 對 中國就不會改 香港就死了 所以 小黃昏入了立法會 就是有這樣一天的 誰啊 小黃昏的 全部都是這些 誰是小黃昏 小黃昏就是梁美芬 是嗎 是呀 中國法律專家 但是他是唯物辯證法的 但是又信耶穌 因為耶穌有很多票 你明白嗎 唯物辯證法 他跟耶穌剛剛相反 但是票都是 還有他建制的 那些票是唯物辯證法 裡面承認的票 總之票就票 什麼手段都可以 捉到老鼠就好貓 難怪的 但是這些 一講為物辯證法 以及他本身的耶穌 剛剛相反 沒有辦法承認到共產黨 耶穌 他很承認 他很努力 就是 內心鬥爭很嚴重 凡宗見交 我都拋了頭 所以大家想想想 不知為何可以 現在暫時有一個協議 就是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在政治上 因為他不讓教廷去封 任命一個主教 任命一個主教 或者按納一個神父 是 基督教一樣 新教一樣 天主教一樣 還有 東正教一樣 都是信耶穌的 都不讓 但是 尤其 范麗剛 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有一個叫聖傳 聖傳 即是 神聖的 傳承 傳承 這件事 新教也沒有 但是傳承 傳承就是 他整個制度 和整個生活習慣 做了這麼多年 都有的 現在說 不讓 不信他 他的原因 就是 外國勢力侵入 這是萬能key 如果你有什麼意欲 永遠都是受害者 你們這些神父 八國聯軍到現在 都是 用什麼意義 將來傳承 傳承反共 就死給你看 於是不准 不准 范麗剛就沒有 或者跟你承認 最近 為什麼會有些得 因為 他有三字 三字 自己自立 自己 自己 維生 自己 自負刑規 這樣 所以 他叫三字 的教會 還有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 這些三字教會 是有一個黨員室 一定要 黨員監控室 就是會擺一個共產黨員 在裡面 對 負責看著一盤數 對 看著你的運作 就是那個政委 那個其實是政委 但是 天主教沒有知 承認 現在最近 那一陣子 說得上 就是因為 我對某一些主教 你要三字會 升去做主教的話 我 范麗剛 都承認你這個案子 但不是個個 不是個個 主教都是這樣 於是 中間 有些說得上 有些說不上 現在 還未說得上 見不到教 因為 因為 這邊的教皇 一定要承認我 我說完事 我是 我案立的 我封的 其實說得上 就是兩個專制 一生不能藏二虎 沒錯 當然你說羅馬 范麗剛那邊的專制 就比鄰近地的專制 是有分別的 近年是人詞很多 近年十多世紀 沒錯 中世紀就是黑暗也不幸 他要說完事 因為他瓦瓦過 就知道共產黨的事情 沒錯 就是蟲一糧的爛仔 就知道爛仔做了什麼 你隔著的尾巴都知道 中國的龍最早在春秋時代 已經有出現 但你猜不到 那時候的形象龍 是豬 是豬龍 看到養兆文革 是的 你看到 他的鼻是豬鼻 沒錯 你也知道嗎 不是 你從美學看法 因為我小時候是畫的 是嗎 很多種種動物是一個新的 例如鼻是豬鼻 例如鹿角 最初是鹿角也沒有 他一畫的時候 那隻龍挑在肉 那隻白肉 那時候沒有 肉 沒有肉色的肉 味有翡翠 去到跟緬甸相交之後 嘗試發現 整地好東西 整地好東西 其實它是有綠色的肉 但是軟肉 軟肉就不是硬肉 軟肉就是青肉 軟肉就是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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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塊東西的豬油 那些就值錢 那些就很漂亮 真心說 你見過沒有 我有 你有的嗎 但最貴的肉是綠色的 我見都沒有見過 但是有很多的 阿富汗白 不要說那麼遠 新疆和田白 就是不同的料 我見都沒有見過 台灣故宮那棵菜 緋鶴 那些是清代 那個很漂亮 但是兩個是不同的名字 J和J大 J大 軟硬程度差很遠 那時候養食文化 見到那些 可能是白玉 也可能是青玉 那些不貴的玉 現在你說不貴 你講得那麼遠 我再講遠一點 我曾經去探討過一個 作玉器的師傅 他不是很老 四五十歲 是車的 肉不得不成 不是挑的 他是一個絕對的藝術家 是車的 可能本身他不是太等錢用 就是廣州那些人 很多藝術家 他就去肉市場買一塊肉回來 整塊好像二型的箱 買回來 因為不准你開 一開開 開水口來看 可能會傷害 可能那塊肉的 整塊都是這種顏色 就很貴 他就不理會了 抬上去 之後自己用靈感來撐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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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因為那塊很貴 不應該砍的 但是他的習慣就是 每次看到那塊肉的圖案 就在那邊看著 一天想一下 這個圖案可以幻想到一幅圖畫 他就專門在那塊肉的天然文理裏 製作一塊藝術品 因為如果你真的為了錢 你來去都是製作那些很吉祥 那些東西出來 就一定賣到錢 但他又不是 他就將他自小看到的故事 就再跟那塊肉的文理幻想一幅畫出來 就作一個scenario 竟然有一艘艇 裡面有人在搏東西 他說他在麗灣住的小時候 他見過 那些人叫雞在那艇裡叫 你能不能想到那塊肉 是釣過這樣的叫雞場面出來 那些高官很喜歡的 我真的很欣賞他 他的東西是賣不到錢的 因為他不是名門 但他只是質色藝術家 我拍了他的作品回來 有空分享一下 那你說得那麼遠 你說得那麼遠 我又再說遠一點 火星呢 我們說一顆紙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乾隆皇帝是禁了的 他禁止那些人 拿些翡翠 白肉 總之是肉 不論是軟肉還是鴨肉 將它雕剁成為故事 或者是某些吉祥圖案 因為他覺得這樣是破壞 肉石本身的美態 還有那時候那些人太過為了賣 全部都是五幅臨門 你明白嗎 就是最努力的 你明白嗎 對 你明白嗎 那時候乾隆皇帝覺得 肉本身是很漂亮的 對 你不需要把它弄得有雕龍有雕鳳 只要讓它有 是專制之下的一個 對欣賞美學的一個女措 但他一旦不准就破壞了 破壞了自由 當然 皇帝任他 龍門任搬 對 龍門任搬 但為什麼肉會成為一種中國人 尤其是中國產的肉 是漢之前在西方 所謂西方 即是現在的新疆 新疆的地方出產 中原沒有的 中原的石沒有 地理的問題 地理的問題 麻布也沒有 麻布也是 大理 叫雲石 雲石是什麼雲呢 就是雲南的雲 在雲南之後 大理國叫大理石 其實中國中原是沒有這種石 黃土來的 黃土沒有這些石 中國人說 肉有一點好 它是溫潤 溫潤 它叫溫潤 為什麼叫溫潤呢 原來一個人把肉抬了之後 它吸收了人的體溫 它真的保持不了暖 這種特性 中國人喜歡 於是 由中國二千多年前開始 士大夫呢 或者貴族呢 或者讀書人呢 就有陀肉 就陀肉的 就覺得呢 比喻為君子 對 比喻為君子 還有它是溫 還有呢 你經常陀一來 它吸收了很多人類的油 邪氣、濕氣等等 那些油呢 就滋潤了 越吸越漂亮的肉 對 越吸越漂亮 但是最漂亮的 不是人 死屍 沒錯 陪葬 陪葬 要吸死人水 很害怕的 吸死人水 我又有一隻 有一隻死人水 我小時候比死人 我戴上的肉也會斷 那就救你 天實孤性 所有不帶東西 這個傳說就是 那隻肉幫你 幫你擋了很多東西 本來那些東西 就在你那裡 其實戴過兩次 你也斷了 所以有也不戴 試試第三次 沒有戴了 任何錶都不戴 我有兩隻的白肉 因為我不喜歡翡翠 我喜歡白肉 有一隻 你只會看到有些斑點 那些斑點就是那些陪葬 對 死屍水 很難的 你會看到一點點 還有那個白肉 是泛黃色的 但它不是黃肉 它是泛不同類型的黃 中國人說 這個肉 能夠反映顏色 就是因為你的物情 就是看你什麼 指標 指標 或者是反黃色 不是 肉本身陪葬之後 是這樣的色 噢 浸了四層水 是 你那件也浸了很久 不知道 然後另外一件 就真的白雪雪 嘩嘩的 那些看白肉 看白 和田白 那些鹹能 你不要賣 那些 跟你就跟你 配賣妝 將來 抑賣 下家 燒 現在還可以肚臟 燒 燒 燒又不行 燒又裂了 好 說回中國最古的龍 就是 豬的形 的龍 但是豬形的龍 慢慢就變化 譬如一進 進就有這個山海經裡面的畫 當然這個山海經的畫已經失傳了 但是這個山海經是漢朝的作品 那時候漢朝的時候已經變化了龍 龍就變成了有一條條 就不是我們剛才所說的豬 這個形象變化 它沒有現在的角 又沒有現在的鬍 又沒有現在的爪 這是名稱的時候才有 還有黃色的龍 我很想知道是怎樣 沒有這幾樣東西 還叫龍 是呀叫龍 其實變成吉善的名字 你試試把兔子的耳朵下去 讓人永遠 很可愛 現在美化了的龍 其實就是很多種不同的動物 的融合 最重要是它有一個鹿角 有一條有蘇 是 鯉魚蘇 爪 五爪 其實是鷹爪 蛇的身 有龍 尿牙 它不需要有翼 但是它會飛 還有獅子的觀 不知道那個髮型是否 在漢朝的時候已經說 龍代表皇室 有一條翼鱗 即是它的鱗 生出來一條條 是順文的 搭著 像蛇一樣 對 蛇的引伸 沒錯 但是有一塊鱗 就在它的龍的下巴 蟲 就叫做翼鱗 它說 這個等於皇帝 什麼東西都不能 都不要譯他意 譯他意 譯他意 就等於 你跟一隻龍 批他的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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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現在叫做 死穴 一個人 但皇帝的死穴 你鬥他便容易死亡 其實鬥皇帝 任何都死亡 鬥順倫都死亡 所以現在這句成語 就叫做批逆倫 批逆倫意思是 你把那個人最不喜歡的東西 尤其是有權力的人 最不喜歡的東西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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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壞不壞 就走進去批人 要他那裏 即是改誓詞 那些 那個批逆倫 就是了 批也很重要 你剛剛說了 China is not Hong Kong 這是批逆倫 Hong Kong is not China Hong Kong is not China Hong Kong is not China Hong Kong 我不敢說得這麼正 我幫你說不怕 你是順德口音 不是 鴨尼州 所以這個就叫做批逆倫 到了 明清的時候 這個確認了 確認了這個龍就是天子 龍 真龍天子 它有分開的 譬如一件龍袍裡面 皇帝那件衣服叫龍袍 五爪 第一是五爪 第二是那隻黃色 這個黃色千萬不要亂用 那字 死嬌得 第三 那件龍袍裡面 有九條龍 所以我們現在叫九龍 是有原因的 因為九龍壁 九龍壁 為什麼龍一定是九條呢 九條龍 九龍九 難怪黑社會 經常都有九二有 九四有 其實只有四個 九是中國人的神秘數字 他覺得十是十傳十美 即過不了通常 是不好的 九跟長九的九是同音 這個有意思的 即是神秘 所以一定是九才是最好的 貓有九條命 一定是九才是最好的 所以十 賭錢也會死 那一陣子叫蜜十 即是蜜了 沒有得通下去 所以我們經常有句話說 三不識七 就是這個 這個俗語 就是不要給他三 不要十 我拿著三 你不要離了七 你離了七 我剛剛就蜜十 所以他有原因 六八九就長九了 香港就不長九 這個龍的那件龍袍裡面 外面前後左右夾起來 你看到八條 中間一條 自己 不是 他還有一條 就是在琴裡面 遮住的 暗龍 暗鏈龍 雪山藏龍 是他暗鏈了 我以為是他自己 不是 他自己一向有資格在那件衣服 當然是自己 沒錯 那個叫什麼 交太殿 是不是交太殿 即是皇后住那個 他在他的屋子上 是沒有龍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原因是因為皇帝在他那裡過夜 已經夠了 就不可以有兩條龍 即是你不能夠皇上這條龍 上面還有一條龍 那是誰 是的 他生兒子 他生的太子也是龍 又不可以在那裡生 不是 即是不可以上面有另一條龍 押他的兒子 押太子 或者押他的老公 皇帝 很麻煩 旁邊的人很空 經常做這些東西 來哄皇帝 所以中國的龍 由明清的時候 開始定了姓 就是皇帝 那個黃色 定了是皇帝尊庸 那條龍 五爪 定了為皇帝尊庸 為什麼九條龍和五爪 因為九五之尊 沒錯 這個是有解救的 因為一個是陰數 一個是陽數的知極 五是所謂的陰性的數目裡面 最正宗和最大 而陽數最大就是九 所以陰陽的最準 所以九五之尊有九五的 兩個字陰陽裡面都立了 那就是什麼都說了 一旦都說了 一旦都說了 即是他都說了 全部都是他 還有 這隻龍如果是五爪 就是皇帝屬性 如果李國下的龍 你是太子 或者你是大臣 或者你是大人物 你不能五爪 你是四 龍四和龍九 轉了手指 四 再低就是三 如果中國人改的名字 是清朝之後才有人叫阿龍 至錦 至錦 是否真的 民國之後 民國之後 民國是誰那麼夠泡 第一個叫阿龍 那就不知道 沒有考慮 有沒有什麼歷史人物叫阿龍 就是打仗的時候 我沒有聽過 好像老人都叫阿龍 最厲害 李小龍之後 最厲害就是李小龍 以前家裡裝修都不可以有龍供 以前是多久以前 有皇帝的時候 可以斬 連酒樓都不可以 最強樓都不可以 當然 中國人這個龍 就變成了皇帝和皇室有關 所以你知道中國第一支國旗 有國旗 清朝 清朝那支就是皇龍旗 一條龍 黃禁禁 黃禁禁 在天空 天空非常 但你說很奇怪 越南第一支國旗都是龍 因為越南也是中國文化 越南也是中國文化 是龍表達的 所以他也是皇帝也是龍 也是龍的傳人 是 越南版有沒有 你不知道 應該有的 不就是那首歌 應該是越南話 應該是越南話 說回民間信仰 其實中國人很多 那些什麼地主牌 沒有什麼人留意 莊香就照好莊 家家商戶都莊 但是沒有人留意到那個牌 是寫著前後地主財神 然後五方五土龍神 這個龍神又不同了 這個不是中國的龍神 那些人就說 他就照莊 但他又不知道是什麼 做了自己位又照寫下去 然後他們有一個叫做五牛虎 如果做指責 就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要放一個磚底 那個地磚 喂 你幹什麼 有昆蟲 看到昆蟲 那個地主 土地也沒那麼煩 地主的磚下面 也要有五龍虎 然後香爐又要怎樣怎樣怎樣 原來是 裝香就裝五支 杯子也有五隻 那些什麼叫做前後地主財神 其實現在一般的住宅 你不用理會 因為你只有一個前門 你哪有後門 你哪有後門 怎樣前後 而五方五土龍神 其實是說五方的方向 東南西北 中 中 或者你喜歡 天下 五方的土 就是金木水火土 都有龍去主宰 他認為 這是印度傳來的 不是中國的 是差事 這個就是 是不是道家 道家 不是 這是民間宗教的 文間宗教 但是這個龍就是 一個印 你剛才使官說了 是印度傳過來 而再演變 是的 其實它也是另一種生物 但是用中文的詞彙 其實你看到 古龍也好 金龍也好 天龍八步 那隻就是印度的龍 印度的龍 跟廠官說的兩種 又是第三種動物 Naga 它其實是蛇樣 龍族 你看到孫悟空大鬧龍宮 那時候唐朝就是中國支拿過 跟那時候的天竹過重甚密的時候 所以你看到他的小說 孫悟空本身是一個印度的神 叫做哈魯曼 整個故事都是那個 是抄回來的 他加了自己二次創作 所以二十三條立法的時候 麻煩你追究 立刻 追溯回去 哈魯曼 連這個西遊記也不可以有 他裡面 為什麼 這個孫悟空 是可以七十二變 為什麼他怎樣都不死 其實就是哈魯曼的原型 就是為什麼 那觀音又不知道多少變身 是不是真的學他 36 33變身 即是哈魯曼更厲害 哈魯曼就是當年 被濕奴 要找回他老婆 Sitta的時候 哈魯曼就幫他手 就是哈魯曼的化身 九個化身 尊中其一個 要找回他老婆 老婆叫Sitta 被魔王 夾了 夾了 那麼哈魯曼就 這個神喉 就幫他手 金國魔王 這個魔王 就無限的頭 你斬了一個 他又在那裡生出來 斬了一個 然後 最後 哈魯曼想想一條 燒 把頭燒掉 一把火燒掉 一把火燒掉 燒掉之後又生不回 這個打到哪裡 打到現在的石蘭 要打過海 就是印度的南端 其實這個有少少政治的 封刺 因為當年 南亞裏那些印度人 跟 斯蘭卡 斯蘭卡那些人 那些叫做 Darvidian 跟Darvidian 是很不對的 Darvidian是矮小很多 而且是黑的 奴隸都不如 像少年派一樣 奴隸都不如 即是說 總聖裏面四個總聖區 Out of這四個 Out of這四個 是 這是做什麼的 那些人 捉了之後做 島市 島市不是英帝四個嗎 不是 更差 最厭惡工作 粉絲 島市 滑河 最低的 最下難的 給你做 因為他是征服者 那些征服者 從哪裡來呢 在 北面 在北面 那個高加索來的 這個來了之後 這些 跟德國人 就說 德國人就說自己是 那個最聰明 最厲害的重重 他一下來之後 這個說幾萬年前 他就分開兩支 一支就去了印度 南印度 東面 西面都去回德國 不是 那些另外 來了 這個亞洲 還有一支支牌 就去了波斯 就是現在的伊朗 和阿富汗 所以你看看阿富汗 和伊朗的人 其實和印度的人 是同種的 不過為什麼皮膚本來是白色的 氣候問題 要曬到那個氈子轉了 幾萬年就轉了 因為你要保護自己 如果一直這樣白色的話 你要生癌症 對 生癌症 所以自我防衛機 那個皮膚癌 但是 下來之後 佔領了南亞之後 他把原來在南亞住的土人 一路趕 趕到海邊 趕到海邊 再過對面 對 趕到對面 所以西蘭加的全部是原居民 那些是被政府了之後 還要做最下難的事 所以 這個其實 即是亡國路 不止亡國路 什麼都做了 即是去香港 這樣說 但他帶來的宗教 民族清洗 帶來的宗教 包括現在我們說的龍 龍是一個他們的 也不是很厲害的神 但其中的天空八部 是其中一種 一種生物 生物 他不是神來的 技術來的 他是叫非人 不是人來的 總之不是人 非人 他就是說 他們是有很多的能力 很強大的能力 但譬如他可以變形的 他可以變人 他可以變大宿勢 以及他是可以影響到天氣 是啊 最重要 影響到天氣 所以為什麼中國的屋頂 不是現在可以 以前只是皇宮 上面要有龍 就因為認為他會幫你噴水 大家坐在這裡都傻了 就算他得到 那麼多年來就不斷燒 還有這個龍 在佛教裡面的說法 只不過他生了幾種 狗有些是很乖的 很黏你的 但也有些亂咬人的 沒錯 他有一些是信佛的 守護佛教的 但也有一些不是的 當時是一個共存的 總之是生物 生物的一種 譬如佛經裡面 他一開始就說 如是我聞 我們的節目名 如是我聞 當時佛陀在哪個地方 當時佛陀在哪個地方 你會看到很浮誇 例如有天神鞭叉過 然後有龍族 哪些人聽了這一次的講經 龍裡面有一件事 例如現在的佛教 大藏經 大成佛教 中國的佛教 日本的佛教 大藏經 包括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 心經 大悲酒 這些一堆 其實就是出自大藏經 大藏經 就是龍樹菩薩 入了龍宮 說出來 對 說出來 他說 為何佛陀 明明他講的 就是在小城佛教 南傳 泰國 緬甸 斯利蘭卡 那邊 沒有這些 他沒有講 地藏菩薩 他沒有講 文殊菩薩 沒有這一堆 那這一堆東西 現在大成佛教 就說 你們聽不明白 你們聽不到 你們聽不到 這些音頻 那這一堆佛經 講完之後 結集了 龍王 即是他的首領 就將他保留在龍宮裏面 包括 釋迦馬雷佛的一個卸利 好像是佛牙卸利 還是佛骨卸利 就保留在龍宮裏面 龍樹菩薩 就跟他說好 就說 拿來吧 就是佛勇 對 就搬了出來 就變成現在 看到你們眼睛都看不完 那套大壯經驗 所以 現在我們 看回 你去到 這個 柬埔 芝拿半島 印之半島 印之半島 他們 就是 印度化 即是印度教化 例如我們 吳哥弗 這些 遼國 這些地方 只有越南 是華化 這些地方 你看到 他們 仍然是拜印度教 印度教 之前 其實就是 荷羅門教 這些教 就是原始 進來 移籍的人 但吳哥發覺 那些東西 是現在沒有的 可以受影響的 生了另一塊 他建築 印度教 但他不是印度教 他建築 有些印度教 都沒有 這個很奇怪 因為他有些古希臘的建築 的形式 人們現在解釋 建篷羅的問題 這個就是 離了印度之後 中間受到希臘的文化影響 這個 今天不再講 這個 講龍 講回這個龍 這個 它叫做 Naga 這種 是一條蛇 最出名的 在印度教 發生的一件事 就叫做 Chuckling the Milky Way 就是叫做 島嶼海 島嶼海 島嶼海說 最早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神聖的島嶼 那 有一條 Naga 就是這裏 就是這裏 就前著它 一邊 就有個 叫做 要補充少少 要補充少少 因為去到後面 那 就講回一個 前轉 為什麼會有這個 衰陀 這個島嶼海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因為叫衰陀 衰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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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那時候 就據印度神話 說 印度教他們 真是相信 包括泰國機場 中間那大堆的雕塑群 其實就是這個 島嶼海的神話 就是因為 這個 師婆神 就走了去修煉 山洞裡面 打坐 不問世事 外面亂到七彩 就是這個 阿修羅 就是摩 一個叫修羅 一個叫阿修羅 對 就走去抽天人 不斷跟他們打架 佛經裡面都有這個記載 就是兩幫在那裡打打打打 問題就是 天人就很斯文 就像書生一樣 就不夠那幫阿修羅 抽 不記得 阿修羅 不夠他們抽 那怎麼辦呢 假設夠抽的人 就跑去山洞裡面 糟糕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就 Fishnu Lord Fishnu 就跑出來 飛濕路 飛濕路 我想了一條橋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就哄阿修羅 就說 我們有辦法開拿到長生不老之藥 因為他們是會死的 很長命是會死的 我們哄他們 就說 我們就需要倒這個羽海 因為那些珍寶的不老藥 就在桌底裡面 我們一路猜一路猜 猜它出來 才可以大家一起分開 我們和好 我們不要再爭辯了 好嗎 不要再打了 兩邊都很傷 不過我們有一個辦法 就是 我們捉蛇尾 他們捉蛇頭 猜一下 我們一放 打彈 然後咬他們 全部死了 那條蛇 就叫做Naga 就是現在我們說的 印度Naga 對 就是最大條的Naga 天人那邊 就是神那邊 就捉住尾 蛇頭那邊 就被那幫阿修羅拿著 中間那條棍 這個用什麼呢 就是用衰微山 衰微山 就是作為那條棍 衰微山就是印度教裡面 一個聖山 包括佛教也是 佛教也是聖山 就說這個 今天講不完 這個聖山 最重要是聖山 先講著這麼多 就一直扯它 那為什麼有 這個猴子精在這裡呢 就是佛教馬精 就是它用來指揮的 它指揮的 它指揮著這兩隊 人 扯 那條Naga 就變成一條 成索 就固住水微山 就將兩邊扯 希望呢 扯到 那個 永生的水呢 就能夠飆出來 這樣 就由這個 猴子仔 就做 中間 就是龍舟打鼓 但是呢 因為這個扯的時候 就擠了很多 那些水點出來 那些水點就是現在 你見到那隻叫 俄錫巴 俄錫巴就是 就是現在說 見到 你去到吳哥佛 有些女人 跳舞 泰國 印尼 都是這樣跳的 就是扮演 那時候 這些水 擠出來 變成 Azara Azara 的形象 這個呢 今天講不完 慢慢呢 我們下集繼續講 講一講不完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故事 很大的故事 慢慢講 我們找習講印度神話 都可以 多東西講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